一粒一修圓奈的概念 需要讓你有閒 然後又有錢 也就是你可以少上班 然後你加班費增加了 所以你可以多消費 可是現在變成 也許有閒 但肯定沒錢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企業拿這個價格上漲 那坦白講 目前沒有一個法律規定 企業上漲多的盈餘 一定要回饋給勞工 那就產生現在的狀況是 有閒但是沒錢 甚至沒閒也沒錢 現在呢 好像我們這個政府 這些人都是從喝洋墨水回來的 所以對很多外國的政策 他們很憧憬 所以很希望勞工能夠越來越好 這我能夠同意 那但是呢 他們現在就好像 希望大家都能夠跟義大利 跟歐洲每個國家一樣 勞工都有權利 大家可以休兩天 下午四點半再開始整理 包包準備回家了 那五點可以大家順利下班 可是人家的年均所得 四萬五萬八萬美金 台灣現在年均所得多少 兩萬兩千多塊 我們是不到人家的三分之一 人家要八百 隨時可以準備讓人家休假 他錢都還夠 等到民營企業已經漲價了 那你要用道德勸說 你要用所謂的媒體社會壓力 現在來不及 所以有一個更大的問題是 林權不該講 漲價是理所當然 天經地一搭 只能忍一忍 因為你想想看 根本就是一個行政院長下了 國定殺戮日的命令 那好 大家盡量殺 一粒一休造成的結果 就是老闆變成夾心餅乾 老闆夾在誰 夾在政府跟員工的中間 員工希望老闆你趕快賺錢 你就不用漲價 你就不用讓我們 可以讓我們好好休息 政府上面說老闆你就好好賺錢 讓員工可以過更好的日子 可是老闆往上看往下看 他都不對啊 所有人都望著他 可是像我也是老闆啊 我也是一個鼻子兩個眼睛 我不可能是三頭六倍 沒有這些人幫忙我怎麼賺錢 可是現在的一粒一休 來幫我賺錢的這些人 應該有這種觀念 來幫我賺錢的這些人 每個人都告訴我他要休息 現在台灣的狀況就是 行政院沒有辦法逼著企業漲價之後 把這個多的盈餘回饋給勞工 但勞工確實已經明白了 現代企業不讓你加薪 也就你知道有一些企業 甚至已經下了命令說 以後基層員工一律不准加班 如果排價排到他加班的話 中間主管要懲處 那現在就產生一個狀況 物價上漲了 但是我加不到班 我的薪水沒有上漲 我從小到大每一個人總統上台 都第一句話都說 我們要拚經濟 那拚經濟拚了這麼多年了 台灣的經濟不就只是在美下育框嗎 之前沒有一粒一休的時候 我們的經濟一直在走下坡啊 難道通過了之後 我們就會更慘嗎 所以回到問題的根本 就是所謂的拚經濟 真的不是給勞工 他們該有的權益 我們經濟就會變差 而是應該要考慮說台灣是什麼樣的結構性出了問題 我譬如說我們沒有台灣本土自己的產業 揚民國際的 或是我們沒有把資源集中在扶植應該要扶植的產業 所以我們的經濟才會一直很糟糕 這個政策原先沒有考慮到弱勢勞工如何對抗資方 那你這樣子資方輸出不一定 人家調價他照樣賺 可是問題是當你的盈餘不能規定 他強制分配的時候 勞方一定贖